吵架代表是一個磨盒 那你磨盒當中才可以知道對方的真實個性跟他的一些底線到底在哪裡 先說我們兩個不代表是一個範本 一個模範 因為我們到現在都還在磨盒中 只是說分享給你們我們自己相處的一些會去遵守的事情 哈囉我是彥婷 嗨我是GN 今天要來一個算正經嗎 不算吧 反正就是很多人私訊給我們的一些情侶如何長久的經營下去 應該算這樣講吧 應該算 開始吧 來吧 第一個是吵架 對 吵架這件事我覺得在情侶當中一定要發生 沒錯 情侶之間吵架是好事 那這個好事呢是說你在磨盒期間你有溝通 然後知道了對方的底線磨出一種默契 這就是好事 那如果吵架呢 的壞事就是 一吵 馬上用分手掛在嘴邊 這個是大忌 很多情侶會說 我們都不吵架我們感情很好 但其實這個我覺得是算是蠻有隱憂的一件事情 因為吵架代表是一個磨盒 那你磨盒當中才可以知道對方的真實個性跟 他的一些底線到底在哪裡 對他喜歡跟不喜歡的事情 對然後你就會 呃變成 長久下來就會變成培養一種默契 可能在外人相處的時候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嗯哼 你會可能用臉部表情就察覺到他可能 不開心或什麼的 你就可以去緩解那個氣氛 我們的吵架就是一個SOP 吵了 然後呢我們會各自冷靜 我們用LINE然後打出就是 長篇大論對於自己的想法 打出自己的想法 然後給對方看 對方看完之後我們就用文字先溝通 溝通完之後呢我們會講電話 對 那講電話的話等於就是說 是跟對方雙方說對不起 因為吵架不是單方的錯 一定是雙方都有問題 沒錯 那也不要讓一方覺得說都是他的錯 所以吵架呢 會是壞事嗎 不會 對我來講是好事 因為 因為你可以更了解對方在想什麼 對對方就是 開始知道他這個人的底線 然後你不要去踩到他的底線 然後到外面啊 可能跟同學朋友相處的時候 可能朋友不小心說了什麼 或做了什麼事 你可以去緩合那個氣氛 因為這就是一個默契 總之就是可以讓你更了解對方 對所以不要是說 我跟他都不吵架 感覺很好 其實那個真的是最後引爆點就是最可怕的 對 OK 第二個 空間 沒錯 這個是我非常 心有氣氣焉的一件事情 我們以前 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大學時期開始交往 因為巨人呢是練體育的 那我就是一般生 那練體育其實很辛苦的就是說 我們交往期間 基本上都是在練習狀態 然後我在等待他約會的狀態 你剛開始啊 欸男生可能會有時候就是 欸休息的時候 他可能會想要打電動 可能想要跟同學打球 可能會跟朋友出去吃飯 哥們 Hand out之類的 因為這件事情呢 我們真的有大吵過 溝通之後我就想了 一想一想說 欸我為什麼把所有重心都要放在他身上 What 為什麼 I don't know 然後就變得好像失去自我一樣 好像整個生活中心都只有他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你去找你喜歡做的事情 對他就說了這件事情 但是 這個時候你去找你喜歡做的事情 不代表說 離開我的意思 而是他去打球的時間 我就可以做的事情 我那時候才加入細學會 瞬間我把我的時間都排滿滿 好充實喔 這個 改變呢 我覺得 最棒的是 我們兩個之間的話題變多了 對 再加上 會更珍惜在一起的時間 這個空間是指讓對方都能有一個 除了是雙人生活之外的各自生活 因為 不代表說交往就一定只有對方 對 我們不可能放棄朋友 所以我覺得女生的魅力點跟讓男生覺得 欸 你怎麼越來越有 獨立的想法 越來越有一個魅力在 就是你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讓自己變得很充實 然後讓彼此的話題變多 他的交友空間我也不管 就是他想交女性朋友或幹嘛 無所謂 只要不要去犯了那個界限 就可以了 會走的人就是會走 會留的人就是會留 沒錯 如果 已經給他空間交友等等 你也做了自己很多事情 話題也變多 感情也升溫 但他還是 去找別人女生做一些什麼 背叛你的事情 沒錯 那我覺得你也不用傷心太久 因為我覺得你就是 剛剛好讓你的身邊 少了一個不愛你的人 其實你是幸運的 這是幸運的 對啊 這是幸運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去浪費你的青春 你不用再去 浪費你的時間 還要多花心思還有錢 精力 都在他身上 對 對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空間跟幸運交友 是OK的 溝通過後都OK 所以我們到現在就是 就是這樣子 最後一個 因為我怕我們講太多 沒錯 這一個是什麼呢 情侶之間要有藍圖 要往前走 而不是留在原地 對 學生時代就是 單純就是談戀愛 對 但還是很多人 會自己賺麵包 到出社會之後 其實又是另一個 新的談戀愛模式 等於說覺得要重新磨合了 要怎麼讓愛情跟麵包 能夠平衡 甚至扶持的愛情可以穩定 一定要雙方都有穩定的麵包 我們剛開始 原先呢 我們兩個工作是不一樣的 對 對 完全不一樣 到現在工作一起 其實我們都是 我覺得很棒的是 我們都有一起 互相的拉拔 對方成長 陪伴在彼此 就是在 工作上 最困難的時候 或者是被長官Diss的時候 就是有對方在 告訴你如何去做 然後成長這樣 這一點是 爸媽最想要看到的事情 也同時是 情侶之間 一定要去有的一個 藍圖跟構思 重複聲明一下 不是我們就是範本喔 我們只是 把我們 分享我們的模式 對 給你們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胖子 什麼胖子 他就很生氣 不能叫他胖子 他是麻糬 是公主 不能說他是胖子 好啦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對 有點長 感覺會剪很久 好啦 不管了 反正就是這樣 那當然如果還是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 對 對 情況也可以寫信給我們 我們就很盡可能的回復這樣子了 好 OK 那就這樣啦 掰掰 掰掰 好 различ